民眾如果想要出國旅遊 從新竹市直達桃園國際機場 有一條國道客運1250路線可以搭乘 之前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業者縮減班次 但最近疫情趨緩 出國旅遊的人數也跟著增加 看準趨勢 業者也宣布要增加班次 希望來服務新竹市的旅客 那因為現在目前疫情趨緩了 然後又迎接了出國的一個旺季 那旅客需求大增 那市府也接獲到了民眾的一個反應 那業者雖然在8月初的時候呢 從4班增加到6班 那但是還是沒辦法滿足市民的一個交通需求 那所以呢市府也再次的向交通部公路總局 以及營運業者日豪客運來反應 那業者這邊呢經過多方的評估 在8月10號開始 每天的頻率呢會增加到14班 那總共呢會提供20班次 那尤其在夜間凌晨的時候呢 每個小時會以一個班次的方式來開始 那主要是能夠希望能夠提供給搭乘紅眼班機的這個乘客來服務 由於可以從新竹轉運站直達桃園機場 比起搭乘台鐵高鐵來說都要方便 這條路線對新竹市想要出國的民眾來說真是省時又省力 新竹轉運站到桃園機場1250的路線呢 那是從新竹轉運站發車 那沿途會經過公園路 二分局 馬街醫院 清華大學到陽明交通大學 再到第二行下以及第一行下 那票價的部分呢是150元 那民眾可以在這些站點來上車 那上車之後呢 也可以使用悠遊卡、e卡通跟iCash 那也可以在車上購票 那未來在10月的這個桃竹竹苗的TPAS的這個通勤月票呢 也會納入到這個使用範圍 那相關的資訊呢 民眾都可以到這個日豪客運的網站來做查詢 國道客運1250路線三年前通車沒多久 就碰上疫情來攪局 業者不堪持續虧損 只好申請減班 一度傳出這條路線將停止營運 如今終於能撐到波雲見日 搭乘人數也越來越多 業者可以放心營運 記者 林彦斌 實習記者 霍可云 新竹採訪報導